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咖哩的豆腐 鮮甜的蝦子 在美麗上淋上湯汁 簡直是我人生的一大享受 一個人至少可以吃到三碗飯 這種美味啊 講得個已經迫不及待分享給你們了 那我們開始吧 趕緊來做我們這一道 豆腐鮮蝦薄 你們要喜歡什麼鮮蝦料理都可以在下面給你們知道 來 正面看看以前 請先拍一段時間 今天下部獎的開始賽道 這位獎的愛情角色 點數獎的在那裡 每個獎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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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獎牌 每個獎的獎牌獎的獎牌獎的獎牌獎 每個獎的獎牌獎的獎牌獎 將蒜頭切去蒂頭 拍餅後切成蒜末 將蔥切成蔥花 將辣椒切成圈狀 將辣椒切成圈狀 把青青菇切去尾狀 均勻的剝開 打開雞蛋豆腐,切成片狀 將蝦子去殼,拔出腸泥,取其蝦仁 將蝦子劃刀開背 熱鍋下油,加入豆腐,煎至金黃後立起 切成片栗,切成片栗 切成片栗 煎成片栗 原锅原油加入虾仁煎至半熟后立齐 原锅原油加入葱、蒜头、炒香 关火加入金针菇铺底铺上豆腐白席 开火加入蚝油、酱油、水煮至滚起 转小火炖煮五分钟 加入蝦子、辣椒、盐巴、白胡椒 上盖焖煮 焖煮一分钟后开盖撒上葱花即可 酒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